一场戏演了那么久 那么久才让你真的相信 我对院长不满 那那些刺杀 也不过是在替院长缠出异己 也甚是记得 若不是长局 你怎么会上罢 处心积虑 旷日持久 输得不愿 最后一个问题 院长 为何那么早就开始对我不拒 丹州刺杀 监察院密令 诛杀国贼 你是监察院的人 丹州刺杀是因为 监察院误传密令 我儿子因此丹子去了北齐 伪造密令 必有后宫 但是你要明白 监察院内必有内容 那就认定是我了 几位主办都下过套 经过衰选最后才确认 你嫌疑最大 那刚杀的这个 也不是背弃使团的人了 临线调来的死囚 杀人放火 死得不远 我再问你一句 为何投靠李云月 他能给你什么 院长 我入监察院多年 曾经为我的身份自傲 可渐渐地 我变得恐惧 变得忧虑 监察院不受六部管辖 收拢有才之士 既有文武奇才 又有世境之徒 可以说 国庆国大半的精英 都已在监察院的麾下 监察天下 乃监察院 只能所在 那如果监察院要反呢 士们天下谁人可挡 你是说我反 院长或许不会 但谁吃的准将来 如果有野心之人 掌控了监察院 屏蔽圣上操纵朝政 那后果不堪设想 你在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来担忧啊 人心善变 我怎能安真无忧 你对后患 怎么解决 如果监察院势头巨兽的话 那牵着他的绳索 必须操控在皇室手中 为什么是长公主 你可以选择 太子 皇子掌权 必起风波 非长公主不同 她既是皇室又非血亲 还是个女子 她的生死陛下一言可定 所以由她接管监察院 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院长 还真是一切为了庆国 那是自然 说得好听 你一个小辈懂得什么 为了庆国可以把自家暗探 出卖给北齐 如此行为 我确实不同 兵云的事我确不知情 我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做 即便如此 你还选择她 我刚才都说了 我要的是皇室掌控监察院 是为了庆国千百年的基业传承 至于李云锐人品如何 是善是恶 那无关紧要 若是为了权材 或能挽回 现如今心中大意不同 绝无转换余地了 那是自然 把她交给圣上了 那可不行 困兽游刀 如果现在把我带到圣家面前 那李云锐必定会被赶出京都 我多年的毛发 岂不全都落空 如果今日我身死 那谁能证明李云锐 曾经插手监察院之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